你 见小七了吗 没有啊 怎么了 要不你去孟达那儿看看监控呗 这个礼拜五一个 下个礼拜四一个 上下个礼拜天一个 一二三 花姐 什么一个两个三个的 有什么好事带点兄弟呗 相亲 有兴趣吗 算了 你见小七了吗 他刚才和余飞在一起 余飞 为什么他对她感兴趣 为什么带着小七出去了 可能是看小七现在出名了 所以余飞就对她感兴趣了呗 你怎么能预测癌症呢 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让我看一看 达到人脑的水平了吗 你比人脑都发达了 没理由啊 余飞 你把我们小七带这儿来干嘛 没干嘛 我就是非常奇怪 一只狗竟然会预测癌症 所以我想看一看 它到底有什么特别 我们神的家族 你理解得了吗 神的家族 小七是神犬 你呢 男神啊 对啊 我是男神 精病怎么了 真是 走 小七 余飞 我告诉你 你以后离我们家小七远点 她少一根寒毛 我要你的命 小七 你对于飞可要长点心眼你知道吗 她跟一般人可不一样 冷血无情 你以后要记住 珍惜生命 远离于飞 来 胡总 您听我跟你讲 这钱啊 我肯定会给您还上的 您再宽限我几天行不行 不是 主要是吧 我们公司最近 这资金出了点问题 别人欠我们的钱还不上了 您说咱俩合作那么多年了 我什么人您还不了解啊 我这笔钱只要一道账 我肯定还给您 好 好 谢谢胡总啊 谢谢 妈 干嘛呢 我吃饭呢 又吃了盒饭呢 盒饭 盒饭挺好啊 多方便 怎么样 您吃了吧 吃了 我是长安啊 我跟你说啊 我告诉你 我买了一条狗 这狗可好玩了 又聪明又听话 这下我可有事干了啊 每天出去遛狗 给狗买好吃的 我跟你说你听见没有啊 养狗挺好啊 还可以陪陪你 听声说是你们遇见了小孩脑部找了肿瘤 所以才把他到医院来检查 请问是这样吗 是的 不是不是 那个其实 知道肿瘤的不是我们 是一条叫小七的狗 那是狗 那是狗什么样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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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狗的 不是 不是 是我的 不是 不是 这 它就是一条狗嘛 不是 你听我说 可能六十多斤吧 不是吧 狗是黄色的 好你个哀量 竟敢骗我 不许是黄色的 好你怎么是黄色的 你怎么会像你 那是黄色的 恐怕就是黄色的 那是黄色的 就黄色的 你这都将会有点 什么呢 就是黄色的 对什么 怎么着 想再当一次被告啊 贾长啊 明明是你不要小七 才把小七送过来的 你那时候怎么说的 你们想怎么样都行 就是别把他送回来 是不你说的 有意思没意思 你们要是不骗我 我能把小七送到这儿来吗 队院长 我以前觉得 你这个人挺靠谱的 怎么跟艾亮在一起 变得跟他一样不靠谱呢 你说谁不靠谱呢 谁不靠谱谁知道 我今天就是要 把小七带回家 贾长安 要是小七在你那儿 开开心心的 我们用得着骗她吗 小七在你那儿迟早会抑郁 在我们这儿多自在 咱能不闹了吗 小七是我们家的狗 她从小在我们家长大的 可你已经把她抛弃了 那是你们骗了我在先 什么都不能说了 我今天一定要把小七带走 行 那就得先过我这关 你算老几啊 手下败将 你说什么贾长安 阿亮 好了 行 喂 喂 110吗 警察同志 你们总算来了啊 你们 你们给评评礼啊 我把狗寄养在他们这儿 今天我来拿狗 他们居然不给 李警官 你来得正好 我们也算老相识了啊 事情是这样的 在之前呢 小七是她前妻留给我的 她本来已经给我了 后来因为小七出了名 她又来要 林警官好 我们又见面了 你们好 其实新闻我已经看过了 没想到小七还能治病 真是越来越神了啊 喂 警官啊 嗯 你们熟归熟啊 我先说明了 那狗还是我的 你总不能跟他们一样 执法犯法吧 您可是执法者啊 您看 我这儿有证据 狗正在我这儿呢 法院都判决了 这狗的所有人是我 不是他们 你看清楚了 这我也没办法 不管你们跟狗的 感情有多深 我们办事 还是要讲究法规的 这样吧 你们把狗牵出来 给它吧 小七都不见了 我们也不知道 她去哪儿了 艾苓 耍无赖是吧 耍无赖 花姐 你去把小七 牵过来吧 我忙着呢 小明 去牵小七出来 好吧 贾长安 我没想到 你这么不要脸 一开始的时候不要 现在小七有名了 你就不要脸的 来要小七 谁不要脸 你说谁不要脸 我就说笛子 我说你们不要脸呢 我说你们诈骗 说谁呢 亮了 行了 行了 狗 牵回来 拿回去就行了 别吵了 拿来吧 警官 谢谢啊 谢谢 小七 我还记得 我还记得 那个 那 我还记得 那 这 我们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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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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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晚上一闭上眼 就是无尽的黑暗和孤独 每个生命之间都有缘 有秘密 有归宿 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 祈祷小齐他能幸福 祈祷小齐别带走了 就在我面前 我眼睁睁地看着贾长安带走他 可是 我什么都做不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觉得小齐已经成为 我生命里的一部分了 我习惯有他 习惯每天他陪着我 我陪着他 可是他被带走的时候 我什么都做不了 义太 对不起啊 这个玉珠 我把它还给你 我没有资格才留着他了 我没有完成对你的承诺 我把我带走 你带走 我抹着他了 我去到那里 我把你带走 你带走 我去到那里 他要不要走 你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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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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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老经常气喘吁吁的 我想让你帮我看看 那大队有什么毛病啊 这样 你拿这个挂号单 这边上二楼诊疗室 有大夫 好好好 谢谢 是这么走啊 对 这边 好 再见 好 再见 你好 外面是这重乐园 阿姨好 乐乐是你啊 来 我看看 恢复得真快 一点都看不出来 还是那么帅 阿姨 妈妈说不能打扰你工作 没事啊 我们都特别喜欢你过来玩 为什么不来打扰呢 谢谢你们啊 这么关心乐乐 没事 应该的 让点哥哥的 想去呢 我就知道你要找他 给你找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吓死我了 宝贝你没事吧 没事吧 没事吧 我说你这人 您是于飞于大夫啊 是啊 怎么了 你好 我正想找您呢 我们家宝贝啊 经常一动不动的 而且吃得特别多 还老气喘吁吁的 我只不正想找您帮我看看 它有什么问题吗 你们家这狗啊 没什么病 扣着体重就行了啊 你别走 我说有你这么当医生的吗 您这不简直是糊弄我吗 我没有糊弄您 你们家这狗真没病 难道您希望它有病吗 有病没病 你是不是得先细看看再说啊 你这不简直在糊弄我吗 我告诉你 你要这样的话那我可就投诉了 那行吧 那您进来我给您看一下啊 放这儿 好 你家狗狗叫什么名 我们这个小狗叫蛮吉 来蛮吉过来 走一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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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一走走一走走一走 走一走看看 它除了喘气还有什么症状呢 好像也没什么其他症状了 我告诉你为什么 狗狗胖了自然会传了 对不对 你给它吃东西太多了 我们这个也不胖了 你要非说它胖 它只是微微胖嘛 再说你看你看这样 萌萌的多可爱啊 我们这个就喜欢吃东西 每次吃完了吧 很眼巴巴地看着我 我这心一软这不就 再说了 胖也没什么问题吧 怎么都没问题呢 猫狗超重太多 会给它心肺造成很大的负担 就会导致高血压和心脏病 血脂过高呢 会造成消化系统的疾病 比方说肝病 肾病 然后膀胱炎 严重的话还可能会癫痫 有 那么可怕啊 当然了我还没说完呢 再严重的话 有可能会引起 免疫技能降低 还有荷尔蒙分泌障碍 等各种各样的症状 那 那看来我真得 控制一下它的体重了哈 当然要控制体重了 要不然的话 毛病就会接踵而至的 明白了吧 完毅了吧 好吧 今天的诊疗免费 这 这 好 这 好 这 好 这 亮亮哥哥 我感觉你变老了 是吗 可能 这两天没睡好 亮亮哥哥 小七呢 小七 小七 她不在了 你骗我 我要小七 不是 乐乐 乐乐 我要小七 小七她不在了 她也回不来了 我要小七 亮亮 让乐乐见见小七吧 我马上就去美国了 可能就不回来了 是啊 她要是看不到小七 肯定是不会走的 我要小七 我要小七 我也没办法 狗证是人家的 法院也判了 对不起啊 我要小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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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乐 对不起啊 我要小七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乐乐她爸爸妈妈回来了 他们要带她回美国 乐乐在回去之前 想见一见小七 可是现在小七她 亮亮 这不怪你啊 你不要自责 所以 我决定了 我要自己去找贾长安 说服她把小七还给我 我知道小七在你心里的地位 可是我觉得 她应该不会那么轻易 把小七还给你 你可千万别做傻事啊 不会的 我知道没那么简单 但我必须去试一试 这也不是为了我自己 更为了乐乐 我陪你去吧 不用 上次的事情 贾长安一定对你还怀恨在心 我要自己去 去完成乐乐最后的愿望 好吧 好 长安 亮 你又来干吗 想见小七 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吗 长安 你听我说 我这次来 是想求你帮个忙 有个小男孩叫乐乐 小七是她唯一的朋友 她明天就要回美国了 所以 所以我想求求你 让他们最后再见一面 你觉得我会相信你吗 我会上一档吗 不是你听我说 就算我求求你 你就让他们最后见一面吧 甭说那么多了 别说一天 就是半天 一小时 一分钟都不行 贾长安 你原来不是这样的 你怎么会变得这么狠心 人是会变的 就是你不想变 生活也会逼着你变 对 没错 人是会变的 但人性是不会变的 如果一旦知道这件事情 知道曾经跟她生活在一起的人 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她一定会很难过的 你不用跟我说那么多 想见小七 你还是断了这个孽子 贾长安 贾 到了 回来了 到了 妈 妈 这怎么了这是 这都怎么了这是 服务员 先生 先生您有什么需要 接账 先生 先生不知道应该是别人的酒 先生 有钱了不起啊 糖来了 妈 真不错 去看乐乐酒 您叫她吧 妈 你等会啊 乐乐 咱们下楼吃饭好吗 乐乐 先吃点东西好不好 喝点汤也行啊 走 乐乐闹脾气呢 要不咱们先吃饭 妈 吃饭 你们俩吃吧 我吃不下 我也吃不下 没有咱们吃饭 你有吃饭了吗 你也要咱们吃饭了 现在它侧び面了 那就吃饭了 我吃饭了 就吃饭了 你在哪儿吃 乐乐 奶奶知道你心里难过 奶奶的心里也不好受啊 可是你得吃饭呢 你吃着饭呢 你就有精神了 你才能跟小七玩好不好 乐乐听奶奶话 开开门好不 要不你给亮亮再打电话 咱们给她一笔钱 妈 这不是钱的事 好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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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院长 我很高兴你还是来了 丁院长 咱们实现声明啊 如果你要是来 要小七的 咱们免谈 不是 我只是想跟你讲个故事 先生请问喝点什么 一杯摸看 好的 好 您说 什么故事 一只狗和一个人的故事 你干吗跟我讲这个 我一点都不感兴趣 真的有一只狗 是神犬 还有一个人 他很傻 可是他无比真诚 他们相遇的时候 互相抵触 但是他们相处之后 却慢慢变成了好朋友 丁院长 咱们就别绕圈子了 你讲来讲去 不就想说爱亮和小七吗 这对我没用 难道你就不想弄明白 小七是如何一步一步 接纳爱亮的吗 我相信 现在小七在你家里 肯定非常不听话 我说得对吧 小七曾经特别讨厌亮亮 非常不喜欢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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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七 抱着血黄我小七 再跑了 后来 小七就慢慢地 尖纳亮亮了 阿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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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